下面爱家为大家带来的第二道菜 叫做公保杏鲍菇 杏鲍菇在我们的餐桌出现的频率很高 只因为我们看中杏鲍菇的营养 网上关于杏鲍菇营养的介绍是 杏鲍菇具有酱血脂 酱胆固醇 促进肠胃消化 增进肌体免疫力 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首先我们的主料 当然就是主角杏鲍菇400克 辅料可以用姜10克 还有麻辣花生适量 花椒少许 干辣椒5汁 生抽20毫升 老抽10毫升 陈醋15毫升 白砂糖20克 还有玉米淀粉8克 和食盐适量 首先我们要准备材料 将生抽 老抽 陈醋 白砂糖 搅拌成酱汁 将玉米淀粉和水拌匀 将剁成姜蓉 麻辣花生一袋 然后将杏鲍菇洗干净 用小刀切成小的方形方块 然后砂锅烧开水 将杏鲍菇放入 焯水后 沥干待用 炒锅烧热油 放入姜蓉 花椒和干辣椒爆香 放入杏鲍菇块 将杏鲍菇翻炒到转色 加入酱汁 翻炒均匀 加入水淀粉拌匀 然后上桌前 撒上麻辣花生 和香菜就可以了 真是一道 素香味俱全 又营养丰富的热菜 素食小贴士 吃素食人聪明 素食者的一个标志 就是头脑灵活 有智慧 感谢观看